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啊 我是主播大雄 11月1日,乌军总司令扎入日内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俄乌双方目前在战场上处于势均立敌的状态 呈胶着状态 他说,乌军需要在多方面努力争取更大的优势 包括增加电子战的能力 增加反火炮装备的数量 更广泛和多样化的扫雷能力 增加反无人机设备 以及增加地面和空中打击能力 使乌军能在更隐蔽的情况下 成功地突破俄军的地雷屏障 避免过大的伤亡 10月1日,乌军发射了多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和海王星反舰导弹 4枚导弹击中了斯特里科夫附近的娱乐中心 该中心是俄罗斯蒂涅伯集团的总部 目前,俄方损失情况不详 但愿有硬汉将军能徒手拦截导弹成功 乌坎战场传来最新消息 俄军在乌坎米吉尔斯克地区的装甲车部队 遭到了乌军第72机械化旅的摧毁 共损失18辆坦克 其中有8辆坦克 11月2日,德国宣布新一批的队伍军员 包括装甲运兵车 RLS-4D防空系统,无人机等 另外,美国计划很快将向乌坎提供4.25亿美元的援助 包括价值3亿美元的激光制导弹药 还包括155毫米和105毫米弹药 以及用于地空导弹系统和海马斯的弹药 我叫大罗表示,拜登政府继续呼吁国会履行其对乌坎人民的承诺 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与约50个盟国和伙伴合作 为乌坎提供其所需 对乌坎的安全援助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明智投资 这一安全援助计划表明 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乌坎人民 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新的一天 以色列继续消灭哈马斯 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司令官向地面士兵喊话 我们正在打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恐怖组织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胜利 无论战斗多久,无论战斗多么艰苦 除了胜利,没有其他选择 据以色列国防官员称 自四天前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以来 至少有两个装甲和步兵师 有两万多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组成 现已进入了加沙地带北部 准备和哈马斯搭盖一场 直到将所有的哈马斯分子消灭 前一天哈马斯多达三百个目标 遭到以色列军的袭击 其中包括恐怖组织 哈马斯的反坦克和火箭发射阵地 隧道竖井和军事大院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加沙北部 贾巴利亚的哈马斯恐怖分子据点开展了行动 该据点在被以色列占据之前 被哈马斯用来训练和执行恐怖主义活动 在此次的活动中 以色列武装分子消灭了大约500名的哈马斯分子 以色列国防军战机在新贝特情报的指导下 击毙了哈马斯恐怖组织 贾巴利亚中心营指挥官 伊布拉辛·比亚里 此人是10月7日凶残袭击的主要指挥官 另外,多名哈马斯分子也在袭击中受伤 以色列还摧毁了几条隧道和一个地下指挥所 哈马斯北部师拜特拉西亚营 指挥官纳西姆阿布·阿吉纳被消灭 此人也是10月7日发动暴行的凶手之一 以色列安全部队摧毁了政治局副局长负责犹太和 萨玛利亚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二号人物 萨利赫·阿鲁里的房子 可惜的是,他没住在那里 最近,随着哈马斯成员频频落网 哈马斯在以色列的兽行逐渐被披露 一位女孩的母亲在加沙 据他称,他的妈妈告诉他 那些国际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后 并不是免费分发给平民 而是被哈马斯拿去卖钱 并且还坐地起价 从12美元涨价到40美元 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述 被哈马斯袭击的一个家庭 父亲的眼睛被挖出 母亲的乳房被割掉 女孩的脚被砍掉 男孩在被处决前手指被砍掉 然后几个恐怖分子在受害人的家里 坐下来吃了一顿饭才走了 另外一条视频 更是让人不敢直视 我只能用文字给大家叙述 哈马斯恐怖分子闯入以色列平民家中 射杀了父亲 然后夺过婴儿 塞进了烤箱中 让母亲听着烤箱中婴儿凄厉的哭号 在婴儿被烤熟的过程中 拍摄并轮件了母亲三次 这条视频是恐怖分子拍摄下来的 自己上传到了电报群中 是纽约邮报记者暗访时发现了这些视频 并将其披露 据以色列医疗志愿者组织负责人 哈扎拉透露 救援人员确实发现一名婴儿 被哈马斯在烤箱中被烤死 大雄非常无法理解 直到现在 为啥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些垃圾 有些人骂乌克兰是纳粹 但欧洲可以接纳乌克兰 约旦国王却说 不接受巴勒斯坦难民 是我们的红线 难民不能转移到约旦埃及总理 则表示 我们就是牺牲数百万人 也不会让任何人进入埃及 看巴勒斯坦把埃及下成什么样 而沙特已告知美国 待巴以冲突结束 沙特仍愿与以色列 洽谈关系正常化 据报道 美国演员米拉库尼斯 经过观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俄罗斯病态心理作祟 巴勒斯坦的平民不能被轰炸 但乌克兰可以 土耳其大放绝死 四百万巴勒斯坦人 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但四千万库尔德人没有 埃及直言 我们担心巴勒斯坦人 但我们不会让他们进来 白左和挺巴人士说 巴勒斯坦人是非常的热爱和平的人民 但我们不会去那找他们 他们会在那里杀掉我们 哈马斯称我们不应该照顾加沙居民 让联合国来照顾他们 但以色列应对一切负责 当年美军进入伊拉克 专家都认为萨拉姆有骁勇的革命卫队 加上巴格达的地道设施 巷战将使美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但遗憾的是美军没有碰到激烈的巷战 现在我们的各路专家又大吹哈马斯神出鬼没的地道战 巷战结果呢 10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自10月7日以来已经打击1.1万个哈马斯的目标 以色列消灭哈马斯进度已完成10% 以军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包围 将加沙地带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以军11月1日击毙了哈马斯反坦克导弹指挥官 阿萨尔以防长称除了战死或无条件投降 哈马斯无第三个选项 以色列军事情报局11月2日称 他们正使用人工智能AI来快速的识别和斩首 可谓如虎添翼 以军成功总共斩首60多名哈马斯和杰哈德中的高层人员 10月2日以色列军队再次向加沙北部散发传单 以色列国防军呼吁你们立即从加沙地带北部撤离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 我们的部队将猛烈的轰炸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不会再有消息了 赶紧撤离吧 当天以军正在从加沙城郊区继续向加沙城内推进 以军王牌162装甲师一马当先 从长条状的加沙地带中间切入 以军从加沙中部打到了地中海边 将加沙地带分割一分为二 而且以军已经完成对加沙地带北部的四面包围 其中北部地区的加沙城是哈马斯的潮雪 这次对付地道战 以军先用碳地雷达找到地道 用钻地炸弹用泡沫弹炸毁 堵塞 之后用重达62吨的钢铁巨兽第九二重型推堵机平推 哈马斯成员插翅难逃 一只鸟都飞不出来 面对形势10月20日 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尼亚要求停火 并首次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联合国两国方案 他表示 我们已准备好就两国之间矛盾的解决方案进行政治谈判 哈哈 这是自从哈马斯诞生以来第一次承认两国方案 哈马斯的纲领不是绝不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吗 发誓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吗 几十年了 不知死了多少人了 哈马斯终于承认以色列 不打哪有和平在 联合国两国方案 中东和平 巴以和解 统统有望了